你再不出現的話 我就跟你訣竅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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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呀龍小弟 大哥 你怎麼變成了個女的呢 我呀 我是易歡的妹妹 易成 大哥你可別開玩笑 你手上那個玉班子 還是我結拜的時候 我送給你的呢 這個呀 這是我大哥送給我的 不可能 我大哥答應過我 我送給他的東西 他不會傳送給別人的 所以 大哥 你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呀 龍小弟 我發現你這個人啊 身體不強 功夫還差 這江湖經驗更是差得離譜 連我女扮男裝都看不出來 我告訴你啊 虧得你是在皇宮裡當差 你要去江湖混啊 早被別人當成下酒菜給吃了 得了吧 我早就認出來你是女的了 只不過我出身於官宦之家 從小見的女子啊 都是膽小羞澀 大門不出二門不賣的 頭次見到你這麼大膽子 還敢流進宮裡偷吃東西 我呢 就想看一看 接下來你還會耍什麼花樣 你的意思是說 你早就看出來我女扮男裝了 我只是沒有江湖經驗 可我不是傻瓜呀 反正我們都已經結拜了 我就是你大哥 你就是我小弟 不管我是男是女的 你都得喊我大哥知道嗎 不行不行 你只比我小一歲 又是女的 你還讓我叫你大哥 你就老老實實做我的小妹吧 不行不行不行 從小當小妹我都當膩了 好不容易落個大哥當的 我告訴你啊 這個當大哥啊 不是按照年齡 不是按照性別 而是按照 能力的大小 如果你能打過我的話 大哥給你當啊 好吧 論武力 我確實不是你的對手 可是你穿的這一身女裝 讓我叫你大哥 我真的是叫不出口 要不然 我叫你大姐 我呸 大姐多難聽啊 大哥大哥大哥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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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這樣吧 我叫你老大好了 嗯 行嗎 只要你承認 我比你大就行 我問你龍小弟 龍小弟 這幾日 我哥哥與你在這見面 為何都不露面啊 嗯 這前兩天啊 皇上派我秘密出宮 執行一項任務 我這不剛回來了嗎 那我跟我哥哥四處打聽 為什麼都沒有人知道 你龍三這個人啊 哈哈哈哈 老大呀老大 還說你江湖經驗瘋婚了 唉 你看看 這宮裡邊宮女太監侍衛 加起來上萬人 那有些人在宮裡邊生活了一輩子 還不能全認識呢 就什麼好奇怪的 聽你這麼說好像是有點道理 嗯 我大哥是不是跟你說了 其實 我就是敖本 噓 咱們找個安全的地方說 走 唉 慢點 老二 對了龍小弟 如果你跟皇上揭發 敖拜圖謀不軌 偽造秀女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 致敖拜一個大罪啊 老大 你想得太簡單了 致敖拜把之朝聖多年 連先帝為人的輔征大臣 蘇克薩哈都管殺 這偽造秀女的身份 又算得了什麼 就算皇上追究起來 到時候 他自然有辦法推得一竿而進